为了要来讲解台湾营作业的旗载发行 劳东坡是推动旗案卡的背份 和劳东可以讨过的婚姻 来了解各种在工作行动 主流总控要来安装应对 其中台湾市政府劳东坡 也扩大背份的范围 希望提升何时以降 相关的应勉领力 减就旗载发行 经过劳东坡的资料显示 去年专台湾重担这次希望的三百人当中 有一半以上都是营作业 为了解台湾总控 劳东坡推出旗案卡的背份 让劳东坡用健康的安装观念 有关治安卡这个部分 是劳动部治安署的一个全国性的政策 那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的劳工呢 在工地的劳工可以 你只要训练完之后 你可以以这个治安卡 到各个工地去做工作 而不需要再重新去做训练 那治安卡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他如果你如果没有训练的时候 他我们会有登记 我们会去查核到你这个人 是不是我们有认证的 台湾市政府的工具 业重界政策较大到外籍移工 目前台湾有240个通过 以台湾界政策减着外籍移工 这次发生 在台湾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扩及到外籍移工 那在外籍移工的部分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去减少外籍移工的一个职业灾害 那为什么会针对外籍移工呢 因为我们有去统计到外籍移工 它的职灾在我们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我们在台南是有把这个治安卡 扩及到这个外籍移工的一个部分 在展署他推这个台湾治安卡 等于是就有一个我们共同的一个 遵循的原则跟标准 那这个对于他整个移工他所受的一个训练 原来也是跟我们台湾本地的劳工 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啦 就包括他们一些座位中的危害啊 要怎么去辨识 不应该去从事什么危险的动作 另外就是到我们最近也比较重视的人因的部分 包括热危害啊 或是他身心的一个健康等等这个部分 等于是我们对外籍移工也是 跟台湾本老师一样是一视同仁 这个对于我们刚才讲说要照顾移工 那其实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照顾移工的一个方式啦 如果他们今天案件没有安全备分 完工也没有这案卡 就有相关的法律 热工丘液工的应件也没得了工 常有这案卡的部分可定 为自己的安全加分 减少发生这才的机会 既就国务市政府参加不得 我们找到了 90 whether or not 2 1 1 感谢观看